大家好,油管上,头号老摩,不辞劳苦的侃爷啊,接着跟大家聊啊 哎呀,我这精神气现在又来了啊,本来说都睡了 刚才做了这一个节目之后,我又激动了啊 那老太太真可怜,给弄一条马腿 哎呦,这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这还叫人间地狱,是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是吧,就这个画面出来之后,他们的乡长,村长,县长 是吧,地级市的市长,是吧,省长,政治局委员,常委 是吧,最高领导人,全应该下台了 这要换一个国家,真的有可能,内阁就改组了 大规模的几十万人的游行就爆发了 你看那台湾,上次那个叫红什么 红什么事件,那男的红仲秋 那是一胖子,是吧,在军营里受到虐待 烈日下,让他在那操练 后来就脱水而死 至少 二十五万人吧,是吧,全穿白衣服 到那个总统府前边,凯达格兰大道 是吧,然后在那抗议示威 迫使台湾修改了军法 对吧,和平时期 这个取消军事法庭的权限 而且这个对军队里边虐待士兵什么的 进行了大幅度的这个修正,是吧 还判行了好几个军官 包括旅长,是个少将吧 都撤职了,或者进监狱了 对吧,那中国哪有这样的事 前些年,七八年前,十来年前 我在网上就见过视频 中国大陆的内网 中国大陆就是个局域网 我都看见了,他没来得及删的 内蒙古乌海市消防支队 那都是武警 老兵打新兵 跳起来踹,啪啪啪 抽大嘴巴子,对吧 你还想统一台湾 你凭什么统一台湾 你一个野蛮的国家 对吧,你这么野蛮 这么落后,你凭什么 台湾好不容易往文明的方向 往人的方向 对吧,脱离了畜生 是吧,你还想把人再往回拉 是吧,你要不要点脸 对不对 好了,我不生气了 我越说越生气 我们看看这个 中国化肥用量占到全世界化肥 总使用量的三分之一 是美国和印度的总和 那我们国家的化肥使用强度 达到了每亩 20.9公斤 这个远远高于全世界 平均每亩8公斤的水平 大量使用化肥 对我们有以下四大好处 第一,过度的化肥 会让叶面内的蔬菜 它的消算盐含量 大幅度升高 从而在我们体内 转化成为亚小胺 这是一种强制爱物 第二,过量的化肥 会让土壤板结酸化 这样的土地 种出的龙作物 就更容易生病 那么种植物 为了给龙作物致病 又会加大龙药的使用量 第三,化肥会让果蔬中的 VC有机酸等含量下降 研究表明 我们现在吃的果蔬 营养物质 比40年前下降了60% 第四,化肥还能污染空气和水质 化肥里面的氨气 经过挥发 散发在大气里面 它会加重雾霾 它随着降雨 从农田 通过地表浸流 汇集到降落河海 这因果就带来找到一个风扇 进一步带来环境的恶化 其实我们的土地是够用的 只是在种植的方式上需要改变 国家也在大力倡导 有机种植 但是我们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化肥 雾霾 刚才说了 大气污染 癌症 而且现在的水果 是吧 这个蔬菜里面的味道 过去我们吃是什么味道 我们小的时候 吃个苹果 吃个西红柿 吃个白薯 就是红薯 对吧 现在是什么样子 前一段我做的视频 我做的节目 河北省石家庄附近 有一种红薯 它为了那个口感 为了那个产量 为了赚钱 它包你的地 旧包半年 然后你那个土地 好几年都不能用 那里边全是毒 现在看看中国的癌症村 是吧 城市里边 各大肿瘤医院排大队 北京 两个肿瘤医院 一个东肿瘤 一个西肿瘤 东肿瘤 在东二环 左安门桥 潘家园 那有我一个同学 在那上班 西肿瘤 在航天桥 西边 那个空军总医院 海军总医院 白堆子 航天桥 西边 是吧 在马路南 在定徽寺那 腐蚀路那附近 那也有个西肿瘤 我一个哥们 他妈就在那得癌症 后来还不错 发现的早 是妇科的癌症 治好了 我还跟着一块去接 什么的 前 我看看多少年 前六七年前吧 有没有六七年 差不多 有一次我开车 从回龙贯 去小汤山 那会我妈住北京太阳城 我去看我妈 路上就是有一个微信群 有人在做一个讲座 他说他是天津人 是一个肿瘤医院的大夫 他说好像天津在多少年之内 他说这个癌症病人翻了八倍 他说天天盖大楼 天天盖大楼 但是病人增长的速度 比那个病房楼的那个修建速度 还是要快 这个话呢 前两天 我看一个天津本地人 他是人在国内 他也有油管 他是做做美食节目的 到处吃美食 我忘了他那频道名字了 那个频道名字 他就是到了天津的一个肿瘤医院那 就是在现在 还在盖大楼 医院最挣钱了 最挣钱 但是医院的医生 护士 工作人员 也吃的这种 这种化肥 这种农药 可怕不可怕 太可怕了 非常可怕啊 给大家应该再放一遍 中国人平均每年都要吃掉76斤化肥 就这个 中国化肥用量 占到全世界化肥 总使用量的三分之一 是美国和印度的总和 那我们国家的化肥 使用强度 达到了每亩 21.9公斤 这个远远高于全世界 平均每亩 8公斤的水平 大量使用化肥 对我们有以下四大好处 第一 过度的化肥 会让叶面类的蔬菜 它的消炽 他说有四大好处 这明显是口误吧 含量大幅度升高 从而在我们体内 转化成为亚小胺 这是一种强制爱物 第二 过量的化肥 会让土壤板结酸化 这样的土地 种出的龙作物 就更容易生病 那么种植物 为了给龙作物治病 又会加大龙药的使用量 第三 化肥会让果蔬中的 VC有机酸等含量下降 研究表明 我们现在吃的果蔬 营养物质 比40年前下降了60% 第四 化肥还能污染空气和水质 化肥里面的氨气 经过挥发散发在大气里面 它会加重雾霾 它随着降雨 从农田 雾霾 土壤 包括水 水源 空气都污染了 你看他说的 从农田 通过地表净流 汇集到江河湖海 听听听 通过地表净流 汇集到江河湖海 这应该有时候带来找到一个风策 进一步带来环境的恶化 其实我们的土地是够用的 只是在种植的方式 需要改变 怎么改变 土地够用 还够用吗 有很多土地都开发成了 经济开发区 高科技园区 都盖成商品房 而且中国搞这个铁工机 用铁工机 用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来拉动所谓的经济 温家宝那会儿什么 四万亿八万亿 现在也是你修高铁 是吧 修铁路 修桥 修高速公路 还要兴建很多飞机场 是吧 这些用不用占用土地啊 你土地还够用吗 对吧 关键是中国的农药化肥 这是高污染 王力雄 王力雄的书都说过这些 王力雄有一本书叫黄货 中国现在严重的依赖于石油产品 包括石油的副产品 是吧 咱们用的这个化肥啊 农药啊 包括这个农膜 农用薄膜 里边大量的有这些东西 将来有一天这个供应不上了 中国的这个土地 就打不出这么多粮食来 现在已经不够了 早就不够了 王力雄这本书叫黄货 中国大陆是禁书 好像二十年前出的吧 王力雄 我有一朋友还要约我跟他吃饭呢 没约上 王力雄娶了个媳妇藏族人 叫维瑟 这两口子都被有关部门监控着 他们原来住通州 住通州 北关环岛 某一个小区啊 我一哥们说 我跟你约王力雄 咱们吃个饭 后来一打电话 人家正忙着 后来也没再约 是吧 这有识之士 早就二十年三十年前 就看到这些问题了 是吧 那中国政府干什么吃的 中国那么多专家 也等于政府养的那些专家 他们又干什么 他们不知道这些问题吗 还是装聋作哑 是吧 还是丧尽天良 还是怎么回事 咱就不知道了 是吧 反正现在的人 在中国掌握权力的人 有话语权的人 要不然是蠢 你就是不够格 对吧 你就不应该在这位置上 要不然你就是坏 要不然你就是傻 反正蠢和傻是一回事 非蠢即坏 这就是中国的所谓精英 是吧 就是一群臭流氓 就是废物蛋